为了因应防疫期间的中央政策 原本在28号要盛大成立竞选总部的 寿风箱长参选人徐雪玉 则是改以脸书社群分享他的证件 第一次以网络行销自己的证件 也获得了许多支持者的好评 同时希望他能够以丰富30年的问证经验 带领寿风箱走出不一样的新格局 寿风箱长补选进入最后的两个星期 而参选顺风箱长的候选人徐雪玉 原本在28号要成立竞选总部 但是为了因应防疫政策避免群聚感染 则是与竞选团队在总部改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来向乡亲分享他的竞选理念 让乡亲了解他的实证愿景 真的第一次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的体验一下 第一轮来跟我们的年轻人走这样的线上直播 谢谢大家 好开心 今天我们寿风箱长候选人2号徐雪玉 在线上来跟大家玩这个直播 希望大家赶快按赞分享 让没办法来到现场当中 来为我们徐雪玉来加油打气的好朋友 我们透过线上直播方式 也一样一起可以加油打气 按赞分享 让我们乡亲好朋友都可以 来跟我们徐雪玉箱长 来透过现场直播 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竞选的经验 乡亲建设不是喊口号 实质经验与专业历练 才能够许家乡受封一个真的未来 而这也是他在这一次乡长博选当中 主要的诉求之一 一部落一聚会所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族人来讲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每一个部落都要有一个聚会所的话 让我们的族人补雨季补鸟季 我们风银季 然后他们的喜庆呢 也可以在这个位置 他再一次强调 自己的问证经验相当丰富 并且在昨日花莲县议会的同事力挺之下 他更有信心能够为收风箱 争取到更多项的基础建设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